- 福原愛與張宏傑的婚姻於2021年畫下句點 張宏傑千年飛往日本召開國際記者會 要求前妻遵循判決結果 但福原愛卻態度強硬 雙方之間的官司僵脫到2024年 近期有日媒報導一篇《中國部落客的個人觀點》 其中提及部分民眾認為 福原愛非常適合擔任日本駐中國大使 福原愛近年來積極拓展中國市場 除了經營社群帳號、活躍發文和網友們互動 他過去曾在中國訓練 對中國東北地區也很熟悉 甚至能說出一口流利的東北強中文 因此才會有福原愛是駐中國大使的最佳人選這種說法 然媒體也指出 中文網友對此看法兩極 認為這只是單一部落客的想法 想竟有福原愛改善中日關係恐怕沒那麼簡單 出發文部在中國大使 出發文西井 出發文獎 出發文獲